大家好,我是混水,欢迎comment,like,share 以及也可以按一按订阅的钟仔就更加好了 如果能够payme打赏我,又或者享用我们这个点唱服务 那就更加非常之多谢各位 在进入今日的话题之前,我想都有一些感受性的东西都想说一说 就是现在香港的经济都真的非常之差 正如大家都会看到有一个关注倒闭的群组都非常之大行其道 现在最新应该有30万人,有很多人去加入 然后群组衍生出来的讨论也是非常之汁 我自己也很不幸地被群组里的人拿了一些东西去谈论 有症有反应,都是一个相算健康的讨论现象 但之后到底会怎样发展呢? 我们就交给时间去判定 但是我想说的都是希望大家尽量留港消费 我自己都有一些矛盾 因为最近有一些朋友就叫我金融人超影 在FRED那里去判定我 因为我在香港的洗费都是比较少的 但是小极,你基本上在香港生存都一定有一些你走不到的开支 譬如最简单,衣食住行等等 我没有太多的消遣 或者我的消遣都是买本地艺术家 买艺术家,买艺术品那些 那些真的正在振兴人家的血 因为你现在的luxury market跌得这么厉害 我都还在买本地艺术家 我都觉得自己要给点掌声自己 但未必对艺术社会有兴趣 但是一般来说,衣食住行你怎么都走不掉了 虽然我自己最近贴了一张 47元的电费我住港岛区的 港岛区的,港岛区应该是贵过中电少少 47元的单月的电费 我未来期待这个月可能再便宜些 原因就是因为我更加少用电 因为早上个月我还有几天 因为比较潮湿都开了冷气 但是这个月我是完全没有开过一次冷气 因为我现在住的那个地方都轻幸 看到海,楼底高一些,风涼水冷 基本上都没有什么用电的需求 我连灯都不是很开的 所以那个电费会少一些 但是虽然我的电费少 被人家弃弱我是金融林超英 但是你在香港,衣食住行你都要洗的 如果能够将你们的洗费放在香港那里做的话 我觉得都是多少都帮到的 尤其是有一些小店 我自己都很喜欢买那些小店 我都尽量去帮衡 虽然我都在短食模式 现在一个星期都不是吃很多餐 但怎样都一天都要吃一餐 所以那一餐我都尽量选一些自己想帮衡的小店去支持一下 那我希望大家都多多去支持一下 那这个都是很需要 整个经济都很需要大家去顶住的 因为就是消费会带动到很多的经济活动 所以希望大家都尽量将扣万力留在香港那里去消费 当然我也都很明白,爱地很吸引的,北上很吸引的 其实有多吸引我真的不知道我自己是不会回大陆的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北上有多吸引 但是香港都挺好啊 我觉得质素方面,大陆的 你找最top的和香港比的话 那我都觉得最top和最top去撑的话 可能他们的性价比是会更加高的 但是香港最top的食物质素 又未必输给全世界很多 Asia best 50的餐厅 就是最近新加坡的best 50的数量就超越了香港 甚至乎Bangkok都开始爬香港头 但是香港总体都还是有一些很高质素的餐厅 那我觉得这些如果大家有一个quota 可以留在香港的高质素餐厅那里消费 其实都ok的,你都会得到挺不错的体验的 那我们讲回中国的经济先 那之前都用了一个大框架的分析 去讲回那个通缩的现象 那也是现在内地一个比较致命的一个死症 那所以他们为什么要保持着去引人子 为什么他们面对着人民币的汇价 不停去跌的时候 都是无可怜的毫地 是要继续去放水引人子 继续去减低那些存款准备金率 原因就是在于 因为与其顶着汇价和通缩去比的话 他们是情愿放弃那个汇价继续走下坡 都是要令到那个经济的活动可以激活 不要进入了一个通缩的阶段 那这个就是一个经济的现象 就没有说绝对好与坏的 永远都是会有Pro and Con 有Cost and Benefit 那只不过是看看那个决策者是怎样去选 那他们是选了是希望令到通缩不要再恶化 甚至乎会转回有少少轻微的通胀 那他们选了这个部分 那代价就是你牺牲了汇价 那那个人民币汇水会不断跌 反过来就是人民币汇水不断跌 相对于外地的货币就更加吸引 结果更多人会北上去消费 J Curve Effect 那这个都是无可否认的一个现象 那大框架都讲完了 那具体一些细的新闻 有时你都会见到的 譬如昨天星岛都有两个挺有趣的报导 就说Azara这一年就会生九家的分店 那就是因为Fast Fashion就开始慢慢有一个行业结构性的问题 那些都有竞争的对手 譬如Shein 是不是再一间叫Tamu等等 那可能那些我们之后会再分析多些 因为那个模式都挺有趣的 那现在都成为了中国几只手可烈的独角兽 也都在找到一些潜在的上市平台 那所以都是一个金融现象来的 关于这两间公司是之后可以再讲多些了 那但是回到最基本的饮食啊等等呢 都非常的夸张 11月呢 他们大陆的Search Engine的关键字就是倒闭 那有很多网红餐都会接 可能开了50天就已经接了了 那结果一年就有105万间的餐厅呢 在内地那里就接了 包括那些奶茶啊 亦都包括那些火锅店 那我觉得有几个原因去解释 那第一那个大的框架 当然是经济很差 第二呢就是 这个都似乎是华人的文化基因现象 就是无论你在香港啦 台湾啦 新加坡啦 澳门啦 大陆啦等等呢 很多时候那些人一想创业呢 第一时间都是在想着 创一个饮食的事业 即是白冰也是的 即白冰他现在是在搞一些食物的出品 所以那是为了他之前就有一个 小小的风波啦 就是萝卜糕啦 但其实那个风波他解决得很好的 还有他其他的食物出品呢 是很好吃的 我昨天都特别去了吃啦 我一直都支持的 那譬如茶包那些东西 我会一直喝茶的 那我就支持一下啦 至于饮食那些东西 我觉得 人家煮给我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好吃 我自己也不是很煮饭的 所以 我也觉得不错 那大家可以去 帮我尝一下 帮个朋友带一带的 但是回到我想说的 那一样东西就是 大部分的人 一创业不知道为什么 都是会想着饮食的 那而饮食呢 其实是一个高度红海来的 就是你面对的竞争都很大啦 甚至乎可能你当初计的那些数呢 是很容易是出了事的 就是譬如 刚才所说啦 其中有一单 会被人拿来炒的新的 就是一间网红店 开50天就立刻倒闭 那你开50天就倒闭 那很明显就是你前期的规划 一定是多少计错了数啦 那现在你看到有一些 就算这些香港最红的明星团体 他们的成员都是会偏向搞饮食的嘛 但是也都有很多的饮食的食店 都是面对着一个营运的困难 甚至乎去了倒闭危机 那结果也都会被人贴街招等等 有很多负面的新闻 就是不是说说那样东西 而是想说呢 就是现在那个经济一来就很差了 二来就是大家 华人社会可能有一种基因 就是不知怎样 一开始就会想去搞饮食了 三来呢 就是这个行业呢 其实是既复杂 而且也是一个高度竞争的行业 如果你不懂的话 你是很容易计算了数 或者你本身计算那条数呢 是会有很多的魔鬼在世之的东西 你是遗漏了的 就是租金就fixed了 但是人工呢 就是如果那个人 他是突然间回两天就要走 你又要重申请 你请的时候又要有新的成本 又或者他找人replace他的时候 你怎么都要用高一点的人工 因为急就张 你请人等等 或者入货那些货价 突然间升得很快的时候 你那个计算的压力测试里面 没有计算到货价急升的东西 又或者潜在根本没有你想到这么多人 这些所有的很多很计算性的东西 其实是很难去manage 甚至我觉得搞一档饮食的生意 比起炒股票是更加难 那结果就很多人都买了东西 那大陆也都会买东西 你50天就倒闭呢 你多少一定是前期继续了数的 就是不能全然去blame整个经济差 那大跨界的经济当然不好 大陆又不好 香港又不好 但是这么快的倒闭 一定多少都有你自己的问题 而内地的那个竞争我相信 就都是非常之大的 因为那个模式就是 你看到隔离人做得好 他成功的话 你第一个想法就是 当然是copy那些学识先 那结果就是大家互相竞争 可能本身那一件产品 又或者那个模式 是会有一个经济租值的 但是那个租值就随着 因为太多人copy 突然时间多了很多的竞争者 都会慢慢是瓜分了个租值 就是譬如现在很流行那些 什么爆岭的那些水 就是传到进来香港 那我都知道是由内地整起的 就是所谓都是标榜 用柠檬爆岭的水 其实都有人引入了来香港的 我觉得这一个 领水的concent 慢慢都有些像我们十年前的 珠珠奶茶那样 他会经历突然之间 整个街都是 然后很多都是互相竞争 大家斗割的 到最后就是哪一个资本够充足 就会生存到最后 就会变成了一个耳本商人的游戏 那慢慢很多这些这样的食店 都会经历这个洗牌潮 我也都expect这个洗牌潮 是会继续去发生的 那所以 饮食就算你有香港这种冷游去顶住 你都顶不到很多的 那香港人就只有这么多 那你说内地 那些人可能都集中了在大湾区 那10X个城市去玩 那可能有些再去远一点 那但是人始终有限 他不会救到你整个大陆的饮食零售 和饮食零售他们的竞争 也都面对得很大 那我想我们到时再拭目以待 那关于那个Shein等等的business model 是有另一些有趣一点的结构性问题 那我们可能下一次的节目 再和大家讲多些 那首先也都希望大家可以多些CRS comment like share 和按一按订阅的钟 这个非常重要 除此之外 我们也都有一个YouTube的80元会员计划 那这个80元会员计划 是会解答大家所有的问题的 那所以就feel free去问 我们每个礼拜都会解答的 那你问我多少问题 留多少次言 我们都是会回答的 那就非常之划算 也都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那除此之外 我亦都有一个pay me code 就放在影片的左上角 和也都放在comment和capture那里 那如果大家觉得我们的影片做得好的话 也都欢迎去打赏 那和我们也都会多谢一下 打赏了我们的朋友 那这个是一个点唱环节 就是如果你们有一些message 希望借我们的平台可以说出去的话 那欢迎pay me打赏我们 那我们也都会 将你想说的message 就叫做公布开去 那所以呢 如果你有些特别的东西想点唱 想我说出来的话 也都feel free去pay me打赏一下我们 那就 只要不犯法的话 任何东西我们都可以说的 除了我们有这个pay me之外 我亦都有一个patreon订阅产品 那patreon订阅产品就会爆很多黑幕内幕 还有最近有一个30万面试套演的才记 那我就放在patreon产品那里了 但是具体的做法呢 你就要订阅我最高tier 就是95元或以上的tier 你才听得到到底那个具体的操作是怎么样 因为都有一些复杂的 我用了超过一个小时的时间去解释整件事 但是如果你想听一个简单的version 那你就订一个简单的版本 但是那个简单的版本呢 你得到的东西当然是简单很多 大致上可能没有以前那么优惠 但是如果你想听一个复杂一点 令到自己那个财务再松动一点的 就是理财财务的话呢 你就要订阅我一个比较高阶一点的版本 因为一个月可以套30万面试 还可以分几期去还 然后还可以每个月再套演的话呢 这个财务都相信优惠了很多人 甚至乎我是教别人有一种税务缴交的方法 可以一月的税是透到五月去交的 也都令到很多人都舒服了很多 那我想这些的东西就 大家可以再订阅我多些 或者了解多些这样 那除此之外呢 我就教别人怎样省钱 又或者教别人怎样可以做好些理财财务 最近 赚钱的东西呢 反而阿妍就更厉害了 虽然我都赚到很多钱 最近在Fortune Inside Prime里面的股票都中了很多 但是阿妍呢 她的那个投资回报就真的非常厉害了 今个月都捉到几只呢 是两三日前买就立即有一个爆炸性的回报 几十个百分之 然后在上一个月的美股也都升得很厉害了 有几只呢 都是可以升到过倍的 如果大家真的要把握一个机会的窗口的话呢 那你就可以在下低GOOGLE 就是有张GOOGLE链 在CAPTION和留言里填一张方法 那就跟阿妍了解一下她的那个投资策略等等 那就跟她了解一下沟通一下 因为我自己都相信呢 真的这一年怎样都好呢 你一定要找到个方法去赚多点钱 因为今年的机会窗口就只有现在这一刻 之后那四年我相信是会比今年更加难去赚到钱 那大家一定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这样 怎么样啊